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今见闻得受则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下面我们 宣讲第十品 第十品主要讲 观自立毕量 因为我们量 分为贤量和毕量 那么现量 第九品当中已经讲了 前一品当中已经讲了 那么现在 我们要讲毕量 所谓的毕量 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自立毕量 另一个叫他利毕量 那么实际上 所有的毕量可以包括 真正的毕量 包括在自立毕量当中 那么他利毕量 实际上是自立毕量的一个果 就是他的果 所以真正的毕量 我们可以包括在自立毕量当中 依靠这些毕量 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 我想是我们在座的 各位应该清楚的 我们学任何一个知识 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能限量见到的东西 这是通过限量来可以取得证明 有一些比较隐藏的 隐蔽的一些事物 必须要通过毕量 所以这样的毕量 对我们学一些知识 尤其是要推断 比较奥秘的 深奥的一些未知法 这些未知法 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现在世界上的人们 很多人对逻辑性比较强的 这样的学问 不敢兴趣 今天有一位美国的道友 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在讲什么 我说我今天开始讲自立毕量 后来他说 不要讲自立毕量了 现在西方人 一般推理都不会用的 只是传讲一些 简单的人天福报 基督教的教义 很多人的根基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百分之二十的人 有没有听懂逻辑性的 所以西方人不太喜欢听逻辑性 尤其是隐秘的推理不太听 我当时也说了 西方的人不一定全是比较愚本的人 如果有一些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理智的人 在这个世间当中 还有许许多多不了知的事 这些不了知的事 你没有三想七权的推理 来了知的话 那就是非常有困难的 当时我们也在电话里面 算是一种辩论 或者是一种研讨吧 实际上的确也是 他说的也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一些老百姓 一般的一些心头当中 宣讲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 理论性比较强的这样的道理 宣讲的话 很多人都不一定接受 但我们这里毕竟是佛学院 那么毕竟是学一些 深奥的知识的场合 那么所有的这些联系人 我们每天都是讲一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或者是一些人生难得 死完以后如何转到天生去 那这种道理能不能大家都满足呢 我觉得是恐怕不行的 这次我出去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佛学院 很多的大学里面 很多都在学习音名 听受音名 那么一般来讲 听音名和听中观的这些道友 在世间当中 应该说有一些造诣的 有一些出息的 尤其是对佛法具有一定的 研究兴趣的人才愿意听 因此我们今天 也是这样的自立毕童 对大家也是 简单地做个介绍的话 以后也知道 我们音名当中的 所谓的这些名词 怎么样用 自己在推断任何一个法的时候 可以用上许许多多的知识 按理来讲 那么我们自立毕童没有讲之前 应该要给大家讲一下音乐学 音乐学的道理 我蒙弗仁波切的短短的音乐学 我也是去年翻译了 现在我们放在《妙力宝藏论》的后面 但是因为这次时间关系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的话 先应该讲一下音乐学 然后再讲自立毕童 比较容易懂的 但是这次我想 先暂时把自立毕童讲了 以后有时间 再给大家补充也是可以的 你们在座的各位 如果方便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一边学习我们自立毕童 一边学习音乐学 很多这种音乐的推理 应该会明白 那么今天讲的自立毕童 它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一个是自立毕童的 法相和句子的意义 那么首先我们讲到法相的时候 宋文当中这样说的 毕童有耳其自立 由三相应之本义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毕童分为自立毕童和他立毕童 那么他立毕童 下一品当中给大家广文介绍 所以在这里 首先介绍的就是自立毕童 那么自立毕童的法相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通过三相的推理来了知 或者觉知所衡量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珠子 它是无常的 所作果 那么这一个推理当中 应该具足三相 以前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他没有推理的方法 根本不知道珠子是无常的话 那么通过所作的这种意义 来推断出 最后珠子决定为是无常 这就是自立毕童 实际上这个自立毕童的法相 也可以用在毕童的法相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真正的毕童 实际上就是自立毕童 因此我们表面上看到 好像毕童 分为自立毕童和他立毕童 有这样的感觉 实际上他立毕童 可以包括在自立毕童当中 因此由三相齐全的因来 绝止 绝止 维持的意义 那么也就是说 自立毕童的法相 同时也是重毕童的法相 这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安理的 总的来讲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大家会学会毕童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平时 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 啊 这一点是用毕童来沉迷的 但是真正用毕童来 怎么样推的时候 很多人都可能不会推啊 不会推 所以我们学到这一品以后 应该隐秘的基本推断方法 毁了肉之兆 下面我们自立毕童的 抉择意义方面 能通达的推理的因 和通达的所正的所理 分两个方面来抉择 首先通达的因 应该是讲观带舍 还有观带舍是下面 我们讲的三相 就是观带舍的三相 然后三相的分类 首先三相也分为 宗法和同品 义品 以及三相的理由 分三个方面来继续宣说 首先第一个 也就是说三相当中的宗法 就是宗法 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毕童的语意 和抉择场合 第一个毕童的意义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则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们从来 没有学过隐名 学过退断的人 突然讲这个颂词 恐怕有些困难 因为我们作者 他这里首先要给大家介绍 所谓的三相当中的宗法 什么叫做宗法呢 其实宗法我们前面 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也是涉及过 三相当中有时候 也就是说有法和所理的法 就这两次聚合 叫宗法的 有时候其中的一则也叫做宗法的 总而言之 比如说我们诸子 它是无常的 所作之骨 那么诸子和无常 可以称为宗法 这是聚合 叫宗法的 那么其中的诸子或者无常 单独分开的时候 也可以叫宗法 有两种情况 其实有两种情况 那么在这个当中 他这里 宗法的名称是 真实的名称是 宗法到底是指的是哪一个 那么加名称 宗法是指的是哪一个 我们要分析这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应该 在十两论 十两论记得讲第一品的时候 就是《宗法必分辨》 专门有这么一句 就是 上师如意宝 二十年前吧 八七年的冬天 当时我们学过 十两论的时候 光是在这一个句子 《孟弗仁波切的大书》里面 也讲得比较广的 所以你们自己方便 这个自立必量 应该是十两论的第一品当中 介绍得比较广一点 那么现在有些汉传音名的 有些逻辑推理当中 所谓的自立必量 和他的必量 我觉得介绍得 应该说是比较不错的了 这样以后 自己也是下来之后 可以参考一些书 然后自己思维 应该有些道理会明白的 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宗法在英明的很多论典当中 宗法或者所谓的名称 可以说是有法和法的聚合 就是叫做宗法 这是真实的名称 这个道理 大家应该请求 我刚才也讲了 比如说 诸子是无常 所作之果 那么诸子 我们这里叫做所谓的有法 无常它是未知的法 原来不知道它是无常的 那么这两个法的综合 我们在这里可以理念为 叫做宗法 这是真实的名称 这种聚合 叫做真实的宗法的名称 应该这样来理解 宗法的真实的名称 然后如果我们其中的 诸子一种 要么是诸子 要么是中间的无常 如果单独分开出来 那么这个也可以叫宗法 但是这种宗法的名称 是假名的 因为我们名称当中 有假名和正名 有两种的 因此按照因明的 真正的推断当中来讲 所谓的宗法的确是 所谓的法 所谓的法和有法的综合 才叫做宗法 所以我们在《量力宝藏论》的 知识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法有时候叫法 有时候叫有法 有时候叫有法和法的 综合叫做法 有几种说法 但这里所谓的宗法 所量 所力 这几个意思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 所谓的三项推理里面的第一项 也叫做宗法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刚才前面所讲的 诸子和无常的综合 或者说有法和所力的综合 就是叫做宗法 叫做宗法 所以我们平时 讲三项推理的时候 所谓的因在宗法上成立 还是不成立 经常分析过这个道理 意思就是说 所作的这个道理 在诸子无常的综合上 成立不成立 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分开 那么所作在诸子上成不成立 或者说所作的这种法 在无常上成不成立 如果分开的情况下 我们要这样分析 所以这个道理 大家也应该慢慢地去分析 因为因明的有些道理 我觉得是我们四种道友当中 有些就像 自己的根性对因明还是很难分析 有些自己的根性 对因明的一些理智很难接受 有这种情况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 成绩很不错的 他遇到树立华的时候 他不行了 翻译不过来 怎么样也是 翻译不过来 然后遇到其他一些文科的时候 他就非常聪明 也有这样的 有些人对树立华非常精通 一遇到些作文 那个时候 他就根本装不过来 所以每个人的特征和智慧的 理念的尖锐性有所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可能每个人的智慧 也有不同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应该 所谓的宗法是以这方面来理解 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第二个 因为在这里已经提了宗法 学着宗法的时候 讲了证明和假明 下面就是 首先辨别证明和假明 然后施法和假法 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什么叫做是正明 什么叫做是假的名称啊 在这个我们世间生活当中 经常也是遇到的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那么正明 假明的差别 应该是这样的 不管任何其他的理由 或者是必要 最初的时候明明大师 他看见一个事物的时候 给他立下了一种秘密为名称 比如说最初的时候 具有相逢摧乎的动物 那么古人把他看作为一个动物的时候 给他秘密为黄牛 那么为什么要 给他娶黄牛呢 他并不是因为看了相逢 因为看了摧乎 凡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动物 他秘密为黄牛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那么这叫做是正明 真正的名称 意思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柱子 刚开始给他取名的人 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只不过他看了以后 明明为是主则 从此之后人们都是 依靠这种名称来理解他 判断他 分析他 这就是所谓的正明 正明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种假明 这种所谓的假明 首先是有了这个事物 而且他有了真实的名称 然后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原因下面也有 也有相似的原因 也有一些 比如说相关的原因 也有相似的 也有相关的原因 有了各种原因和必要 原来的名称 该在另一个事物上面 比如说我看见一个人 他特别笨 翻译不过来 我以前看见黄牛特别笨 后来把黄牛的名称 夹在那个特别笨的人上面 哦 我看见他就是黄牛黄牛 或者是老猪 老猪 说这个人很笨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原来另一个事物的名称 因各种原因 与它相似的原因 或者相关的原因 或者是怎么说啊 我觉得还有一种 自己不满的原因吧 有些人本来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对他的关心不好 心里很不舒服 非要给他加一种难听的名称 这种叫做假命 所谓他这里的假命 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有些人长得比较难看 罪业比较大 太鼻子那样 人们都说大狮子 大狮子 有这种说法 那实际上它是不是真正的狮子呢 肯定不是狮子 只不过狮子的张相比较相动 所以人们称它为大狮子 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假命 那么假命能不能代表 前面的动物呢 就是不行的 只不过是他的名声 改在另一个事物上面的意思 那么这是真名和假命之间的 差别是这样分的 当然真名和假命 从世间方面 从形象方面 还有从事物的对境方面 在相关的一些诸宿当中 也有不同的一些分析 我们在这里不广述 那么第二个问题 也分两个方面 首先讲 为什么这样的聚合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聚合叫做宗法 刚才法和有法的聚合 叫宗法 这就是证明 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这个没有什么 其他的原因 就刚才所谓的 正名的意思 刚才不是我们世间当中 取名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正名 一个是假名嘛 那么刚才我们 三相推理当中的宗法 为什么说有法和所理啊 这两个综合的法 为什么叫做宗法呢 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这就是证明 真实的名称 那么真实的名称 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种名称实际上 我们佛教当中所有的知识 以及包括外道之前 外道之前的所有的这些 凡是懂得一名推理的这些人 都是比较众所住之的 大家都是 共乘的一种名称 就像我们所谓的黄牛 有什么理由 给它取名为黄牛呢 这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外道和内道 所有的人 原本都是在他们面前成立的 原本就是在他们面前成立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在学习英明的时候 刚才宗法的原因 宗法形成的原因应该如实理解 就是这样的 这是讲的 宗法为什么 明明为正名的原因 那么下面 我们不是前面讲到 这个有法和法 在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叫宗法的 那么讲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分三个方面 它首先是黎明的缘由 还有黎明的必要 然后这种名称 实际上加明的 不符合实际的道理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讲的是黎明的缘由 黎明的缘由是这样的 黎明的缘由呢 刚才也讲了 就是由法或者是法 安立为宗法的缘由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么两种缘由 黎明灌灌相似 就灌灌相似的一个缘由 还有黎明灌灌相似 就相处和相似的两种缘由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是安立一种价命 安立这个价命 应该是有两种理由 第一个是相似作为理由 相似作为理由 比如说世间当中 有一种黑色的药 但是从表面上看 这个是特别像一只乌鸦 所以人们称它为待见乌鸦 实际上是一种植物 那么实际上 它是不是真正待见的乌鸦呢 并不是 只不过是在它的有些形象上 非常相同 我们平时也是说 人非常愚笨 称之为牦牛 那么这也是实际上 相似为理由的 这是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说 相关作为理由 相关作为理由 分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是过去灭为阴 这样的一种理由 比如说 我们看见日光的时候 人们都说 太阳已经造势全球 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太阳 太阳的光芒 光芒和太阳 有因和果的关系 但是人们把果的名称 取为因 也就是说 第一个缘由 第二个缘由叫做 因取为果的名称 因取为果的名称 比如说 世间人们叫做密嘴 就是在辞早学当中 酒成为密嘴 实际上所谓的密嘴 是依靠酒的力量 人们会讨罪 这样的缘由 实际上酒也叫做密嘴 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第三个缘由 就是整体 整体取名为部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看见 一个房子的部分燃火了 那么人们都称为 房子起火了 或者一个部品的部分 起火了 人们都说是部品分少了 等等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 这是整体取名为部分的 一种取名方法 然后第四个 应该部分取名为整体 部分取名为整体 就像我们平时 所听到的故声 就是故的这种声音 实际上故的声音还是因缘 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 才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是部份的名称 取为整体的 或者说 我们通过作业 根 堆积 依靠这几种因缘 而产生的事 人们都称为根世 等等 所以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取名的方法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好 今天音明讲到这里 词词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